K旁邊有 Karacom S旁邊有 Staro 上次這一幕沙戰被甩出去了的畫面 披風其實沒有被後製上去 歡迎來到88研究室就這樣看電影 大家好我是John 沙戰第二集 沙戰眾神之怒 Shazam Fear of Gods 他的預告片已經上線了 不知道大家看了沒 那今天我們就是要來分析這部預告片 還有回顧沙戰這位英雄到底是誰 以及他們跟DCEU的關係是什麼 沙戰刺一部很適合帶小朋友去看的電影 那影片的最後我們會做一個玩具開箱 然後有抽獎 所以要看到最後喔 還是要給大家 鮑雷警告一下 雖然說 這部電影的導演他自己有說 他其實不太在意鮑雷 他完全不在乎 他希望大家趕快可以看到更多的畫面 不過還是有些人不喜歡被鮑雷 所以還是警告一下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頻道 我們會有輕鬆娛樂的方式 分析很多電影細節要彩蛋 尤其是Disney 漫威跟DC 如果你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都歡迎訂閱我們喔 也歡迎請記得訂閱我的個人頻道 就這樣探討一些人生的觀念與看法 讓我們一起活得更舒服吧 那在我們進入預告片的分析之前 因為沙戰的電影已經是三年前的事情了 所以我們先來回顧一下 沙戰這位英雄到底是誰 然後以電影有什麼 沙戰第一集是一位 14到15歲的男孩 Billy Fetton 被老巫師沙戰 沙戰選上 老巫師叫他摸著自己的棒棒 然後叫他的名字 就可以得到力量 力量傳輸完畢之後 老巫師就死了 之後 Billy只要大叫 沙戰 就會變身成超級英雄 沙戰的樣子 在電影的最後 他把能力傳給了他 技術家庭的兄弟姐妹們 變成了沙戰家族 沙戰家族 一共有6個人 成功擊敗了反派 Dr.Shavanna 那電影的片文畫面呢 我們看到Dr.Shavanna 在監獄裡面寫了一堆的魔法作文 他小找其他的方法 來拿回魔法的力量 突然有一隻脖子上掛著翻譯機的毛毛蟲 Mr. Mind 明思蟎出現 他跟Dr.Shavanna說 Oh what fun we're going to have together The Seven Realms are about to be ours Oh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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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電影就結束了 好那我們來進入預告分析 I don't deserve these powers If I'm being honest Like what am I even contributing 一開始我們看到沙戰飛在空中 值得注意的是 周圍的建築物都在改變方向 讓我們想到奇異博士1裡面 整個城市在翻轉的畫面 再來我們看到Freddy Freeman 他的衣服是蝙蝠俠與羅賓的衣服 但你知道這很可愛 因為蝙蝠俠真的是蝙蝠 然後Robin 羅賓真的是羅賓鳥 接著我們看到沙戰 好像有點自信心的問題 有提到正義聯盟裡面的超級英雄都很酷 但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他有說到閃電俠 水星俠還有蝙蝠俠 有已經有超級英雄 跟紅色的衣服 跟燈火鍋在上面 Aquaman 真實在大 Batman 真棒 不過最近DCU真的有點亂欸 前幾天才傳出 蝙蝠女的電影整個被取消了 他們有說原因是因為 以電影來說 他們的片酬已經超越 HBO Max 線上平台電影該有的那個片酬 就是太高了花費太多 但是他們也不能 把它變到院線電影 因為他們覺得電影規模不夠大 所以在電影院出現的話 可能大家又不會買單 所以最後決定就是 掉了 然後順便再提一下 另外一個改編就是 水星俠2裡面原本要出現 老蝙蝠俠Michael Keane對不對 但現在又傳出 沒有Michael Keane了 要變成Ben Affleck 原因是因為 他們在試片的時候呢 那些觀眾開始問問題說 欸為什麼是這個老蝙蝠俠 他是怎麼來的 為什麼他會出現在這裡 然後就有點看不懂 所以最後他們就決定說 還是把Ben Affleck請回來好了 然後讓他變成水星俠 二人面蝙蝠俠 這樣大家就不會有問題了 不知道DCEU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但今天我看到一個很有趣的新聞 現在華納影業跟Discovery 他們合併之後呢 他們新的CEO叫做David Zaslav 他說最近他們已經派了一個團隊 然後在研究接下來10年DC的作品 我會跟漫威那邊 跟凱文費吉他們計畫的接下來10年 是非常接近非常類似的 你不覺得這句話很好笑啊 就是啊我們要做跟漫威一樣的事情 就這樣子相信我們 讚 當然還是就希望 因為我覺得DC很酷 DC其實真的以漫畫來說的話 之前他是名氣是比漫威還要大的 沒有想到影業反而是漫威這邊比較厲害 所以DC那邊其實是非常有潛力的 等之後再看看吧 接下來還有10年 好啦分享完了 回到預告片 因為Billy Bacton還算青少年 所以來找了小兒科醫生 值得注意的是 這個房間裡面其實出現了很多有趣的彩蛋喔 像是旁邊的玩偶有 神力女超人 蝙蝠俠 閃電俠 羅賓還有綠燈俠 這個意思就是說 在這個世界裡面 超級英雄其實非常有名 然後也被做成了玩具拿來賣 那就OK 這蠻合理的 就是因為爭議聯盟嘛 爭議聯盟很有名 比較奇怪的是 為什麼綠燈俠會出現在這裡呢 這就代表說 DCEU這個世界裡面有綠燈俠 然後他還被做成了玩具 那除了英雄之外呢 在後面的海報上 也隱藏了DC的反派名字 像是 K旁邊有 Karacom S旁邊有 Starrow T有Titano 他是一個超級厲害的行星 可以跟超人打的那種 導演自己也有說 他原本想要在D的地方放 Detective Chimp 黑猩猩偵探 但因為版權的問題 所以他就不能放了 那在殺戰第一集的時候呢 導演其實也有偷偷塞了 Watchmen的彩蛋進去 因為他覺得這都是DC 所以應該可以放吧 但後來他被高層通知說 不能偷偷放這些東西進去喔 一定要事先通知才行 因為版權真的非常複雜 即使是DC也不可以 隨便放彩蛋進去 再來最明顯的當然就是 椅子上面坐的 是安娜貝爾的娃娃喔 導演David F. Sandberg 他也是Annabelle Creation的導演 所以他在殺戰第一集的時候呢 也有偷偷放入安娜貝爾的彩蛋喔 順便一提 安娜貝爾也有在水行俠裡面出現喔 因為水行俠的導演 安娜貝爾的製片就是瘟子人 回到原畫片 我們看到一個像是神山的地方 在去年殺戰2的前島預告裡面 製作人Peter Saffron就說 這裡是眾神居住的地方 The Realm of the Gods 在DC漫畫裡面 有一個地方叫做Sphere of the Gods的地方 是DC眾神的住處 也是除了魔法的來源 但這一幕看起來比較像是 奧林比斯3 就是希臘神住的地方 那這個跟之後 殺戰家人一起出現的地方 應該是不太一樣 這個地方應該叫做 永恆圖書館 Library of Eternity 就是老巫師之前住的 Rock of Eternity 永恆之石裡面 其中一個像圖書館一樣的空間 那第二集的副標呢 叫做眾神之怒 所以這個應該就會跟 殺戰的力量來源有關 小孩把所有的神的力量拆掉 SHAZAM! 這是非常個人的 Binnie 讓我們來簡單的解釋一下 殺戰的力量來源 殺戰這位超級英雄 他的力量 簡單來說就是一個 會發電會魔法的超人 而名字或者是他的咒語 SHAZAM裡面的每一個字母 都代表著不同的神 跟從他們那邊得到的力量 Carrie my name And with it you carry all my powers The wisdom of Sonalus The strength of Hercules The stamina of Atlas The power of Zeus The courage of Hercules And the speed of Mercury 意思就是說 殺戰為什麼會那麼強 因為他的力量是來自眾神 每一個神都會給他某一個特性 但我們從預告中可以看到 現在神不爽了 說這個話的就是電影裡面看到的兩位反派 由海倫米蘭飾演的Hesperia 以及劉玉玲飾演的Calypso 他們兩位還有之後出現的應該是三妹 由Rachel Ziegler飾演的Anthea 都是殺戰2電影的原創角色 當然他們也有對應的神話原型角色 但這個我們晚點再說 這三位都是泰坦神Atlas的女兒 Atlas在希臘神話中 是比宙斯還要早期的泰坦神 在被宙斯打敗之後 被懲罰一輩子都要撐著西邊的天空 後來被神女變成了石頭才結束他的痛苦 那大家最熟悉的呢 應該就是肌肉男扛著世界的雕像吧 他就是Atlas 那剛剛有提到 殺戰Shazam裡面代表耐力的第一個A 也就是Atlas阿特拉斯 那我們初步的理解就是 殺戰拿走了這三位女神爸爸的持久度 然後導致他的女兒們非常的神奇 接著在預告片裡面 我們看到兩位反派來到了希臘雅典的未成 Hesperia應該是參考希臘神話中的Hesperidus 她是負責看守西方赫拉金蘋果聖元的仙女 那有一幕呢 我們就看到她拿著一顆黑蘋果 很有可能是在懷念以前的生活 也有可能是因為魔法都消失了 所以金蘋果變成了黑色的蘋果 讓她非常的生氣將來找殺戰 那另一位 劉玉玲飾演的Calypso 應該是參考希臘神話裡面的Calypso 海之女神 她最有名的故事呢 就是強佔了別人的老公七年 但最後失敗了 Hesperia跟Calypso來到了未成附近的魔物館 找到了第一集被殺戰折斷的巫師棒棒 當碰到斷掉的巫師棒棒時 魔法好像回到了他們的身體一樣 而被折斷的巫師棒棒也被修復了 後面也可以看到他們爸爸Atlas 扛著世界的雕像 那這邊順便一提Atlas的第三個女兒 Anthea 也就是剛剛那兩位的妹妹 我們確定她的名字呢 是因為在SDCC上面有公佈 她玩得非常有趣 她非常有趣 她跟Helen和Lucy很厲害 但目前還不確定 她對應的希臘神話之神是誰 也不確定她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 但我們有看到 她跟Freddy好像有曖昧的關係 所以推測說不定 她跟這兩位姐姐的理念是不同的 然後應該是會幫助殺戰一群人的 接著我們看到 殺戰在跟Hesperia開玩命關頭的玩笑 這全是關... 家庭! 家庭! 各位 這是一個訊號 她這邊有說了家人 但是家人一直沒有出現 那會放這個梗呢 可能是因為 殺戰2的編劇 Chris Morgan 也是玩命關頭的編劇 還有巫師Jimmy Hensu 跟海倫米蘭 都有演過玩命關頭 我家庭 那另一幕我們有看到 殺戰家族的小孩們 從一個家旁邊走出來 右邊的牆壁上面 看到兩個瑞典紋的塗鴉彩蛋 因為導演 David F. Sandberg 是瑞典人 Thor Pot 是導演跟他老婆第一次相遇的學校 然後下面這個Junadel 是另外一間他們去過的學校 蠻奇怪的 竟然是把自己的母校變成了彩蛋 他們兩個真的很好學 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Eugene穿著叛逆機械式的T-shirt 這是一款導演弟弟製作的單機遊戲 旁邊Billy穿的是七寶其謀的電影T-shirt 之前飾演殺戰的演員 Zachary Levi就有說過 他覺得殺戰的故事跟這部電影很像 再來我們看到殺戰家族集體變身的畫面 導演有分享一個非常有趣的故事 其實原本沒有要拍集體變身的畫面 但在剪輯的時候 導演自己覺得好像要加進來會比較好一點 只是因為時間不夠 已經要給公司烤城先看影片 所以就把第一集沒有用到的刪剪畫面 導演接著也有說 因為這個預告片上的時間也很趕 所以有一些後製都沒有做好 像是這一幕殺戰被甩出去的畫面 披風其實沒有被後製上去 他解釋在拍動作畫面的時候 替身演員的服裝會盡量減變 才不會影響到他們的動作 所以他們在拍攝的時候 只會給一塊小小的布在背後 等後製才會把整個披風披上去喔 接著我們看到小孩們騎著黑色獨角獸 跟一隻超酷的龍都有出現 那在去年的DC Fandom 劇組就有公佈一些會出現在這部電影裡面的魔獸 獨眼巨人 陰生女妖 歇尾獅 黑色獨角獸 跟龍 導演自己有說 他覺得這些動畫都做得超酷的 他已經迫不及來要讓我們看到了 放在電影裡 因為我只是想讓人們看到 我們都在拍攝的東西 所以說不定下一隻預告片會看到更多的怪獸喔 再來我們看到沙戰背後有一個招牌 叫做Falci 這次在致敬義大利恐怖片的導演 露西歐佛爾茲 Lucio Falci 好啦 那預告片就這樣結束了 據說這次的電影呢 會比第一集規模還要大上許多 故事也會很豐富 但我比較好奇的是 老巫師是怎麼復活的啊 是因為他很棒棒被修好了 然後就復活了嗎 真的是命根欸 漫畫中老巫師死後 沙戰只要在永魂之時裡 點起一個特別的火盆 就可以跟老巫師的靈魂溝通 所以說不定那個就是老巫師的靈魂喔 就跟那個星戰裡面會出現的原力靈魂 像 然後在第一集片尾畫面出現的 民思蠻Mr. Mine 會跟這一集有關嗎 民思蠻Mr. Mine 是一個很厲害的超級壞毛毛蟲 非常的聰明而且會控制人心 在漫畫中他是來自另外一個世界的生物 因為他在成長的過程中一直被欺負 所以闖入了永恆圖書館 吃了很多魔法書之後 吸取了魔法的力量 變得非常強大 開始報復以前欺負他的人 他也有利用心靈控制的能力 組織了一個邪惡怪物組織 Monster Society of Evil 所以在第一集的最後呢 我們都以為第二集 主要的反派應該就是 民思蠻Mr. Mine 還有這個Monster Society of Evil 但這一集除了我們有看到 永恆圖書館之外 完全沒有Mr. Mine 不知道會怎麼樣 好像也只能等上映之後才會知道囉 那再來大家最想要問的問題呢 應該就是黑亞當會出現嗎 在沙善第一集的三檢畫面中 我們可以看到沙善家族 回到永恆之時的時候發現 欸有七個座位 我們有六個 還有七個座位 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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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大家都有在猜 欸這個是不是在暗示黑亞當要出現了 但這次導演在接受 Kollider訪問的時候有說 你現在知道 黑亞當是它 它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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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非常有可能 他們是想要等 黑亞當上映之後 要看成效 才會決定 欸要不要拍 黑亞當2 還是直接讓黑亞當跟沙善一起出現吧 又或是他們其實已經決定了 只是沒有說而已 因為巨石強真 在多年前就有參加黑亞當跟沙善的計畫 也是他本人提議要將這兩個小時分開 分別有獨立的電影 因為原本他們的計畫是讓一部電影中 同時介紹沙善跟黑亞當 只是還好他們沒有錯 因為這真的是太亂了 他們除了沙善跟黑亞當之外 各自還有各自的家族欸 你可以想像他在同一個電影裡面 然後又是第一集的話 根本看不懂啊 對啊 但如果你真的去想的話 就代表說他們一直都有在想著 沙善跟黑亞當 應該是之後一定會出現吧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你覺得 明思蠻Mr.Mine會出現嗎 沙善2裡面有沒有可能出現 其他DCEU的角色呢 都歡迎留言跟我們一起討論 喜歡我們888研究室 就這樣看你的朋友 記得訂閱按讚和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耶我們要來開箱囉 這次要開箱的是 Niche Kids Bates 他們代理的 麥克小汽車 麥克小汽車 麥克小汽車其實就是這個 小小的車子超級可愛 很迷你很簡單 它其實有很多種 你可以看到 它就是有的是五盒裝 有的是三盒裝 我覺得最酷的就是我今天 在玩的時候 我拆了一個這個箱子 拆開來我想說這到底是幹嘛 是怎麼只有一台車而已 結果發現這個東西 是直接可以打開來變成這個東西 它就是 車子可以直接這樣開過去 超可愛的欸 那最酷的呢 因為他們最近跟那個 變形金剛 Transformers聯名 我覺得這一台是最屌的 你看 它就是 變形金剛的 大黃蜂 它是可以動的車子 然後 它可以直接打開來 然後 變成這樣 它就變成一個 像基地一樣的東西 那就可以把車車 你看它可以擺在上面 它也可以這樣滑下來 它就這樣滑下來 它可以停進去 長得像這樣子 那這個 我跟大家講 也是我們今天會抽獎的 其中一個 那另外一個呢 它是一個運輸機 裡面可以載這些小車車 它可以有消防車 然後平常的警車 或是我們剛剛那些跑車 它都可以在裡面 它是一個運輸機 你可以把那些車車都塞到裡面去 都OK 這是一個休旅車 但是它打開來是這個樣子 整個是樂園 很推薦 就是 家裡如果空間 沒有那麼大的家庭 因為你小朋友 可以把 他東西全部都塞在這台車子裡面 這個太猛了啦 這個好大喔 天啊 看到裡面沒有 哇 它好像好可愛喔 它還有這個 上面是褲子 內裝的 內裝的 天啊 這好可愛喔 它可以這樣滑下來 然後這邊還有 天啊 這個小孩可以放下來 這好酷喔 所以等於可以把你所有愛車都收在這裡 對 它其實可以裝得下 你看這地方其實都可以塞車 那我們要怎麼抽到這些玩具呢 我會在我的IG上面辦一個抽獎活動 所以到我的IG那邊就有機會可以抽到 這一些麥克小汽車 那還是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因為麥克小汽車它的受眾 是比較年輕的小朋友 是四到九歲的 所以抽獎對象 我希望是家裡真的有小朋友 或是親戚的小朋友 他們喜歡汽車車車的 不要擔心 因為我們之後還會有其他的抽獎 所以把這些機會讓給真的學校的小朋友 真的會喜歡的 好吧 謝謝大家 大家可以點我們下面的資訊欄 直接到我們的IG活動喔 在深 olarak裏面把這個植子弄得到 你去年輕她的大首次 不過那種植子弄得太多了 我覺得她在深入腦中